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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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 对吧 所以还是 我觉得下一把可以 再 往后面一点选阵容吗 就是会觉得说WBG要不要考虑 也不要 嗯 但也很有趣 其实昨天枪哥在第五局是 对方先选出沙漠死神 他选出凯南来应对 但今天是WBG 其实比较特别的是 他没有留康德卫 因为我们都知道WBG高速未损止 他其实第一小局是有优先选边的 他选了红 但是他是把康德卫留给了打野 对 留给了塔赛 那塔赛最后其实是拿了一个 中美进行来给打野 那我觉得整体来说的话 其实这确实在第一局表现出来了 一个他们强大的一个后期 发育和运营的能力 可能也像二位说的一样 下一把如果回到WBG这边 他们需要考虑的是整个阵容 要不要在前期有一定的进攻性 然后后期也要有一些大和的保障 对 每 Ikedstanding 都在还有原点 есть 一样 你 那 揣 我 我 他 を Zither Harp Zither Harp